蔚藍海洋孕育无数生命 五彩缤纷海底世界每不胜收 但炎热天气持续 冰凉海水不在 许多生物养赖为生的珊瑚礁 早已不失生存 不仅人类热得受不了 连珊瑚也陷入威胁 不是脱落就是大面积白化 美国佛州附近海域 海水温度节节攀升 7月更是记录到摄氏 38.8度高温 为了避免珊瑚进一步死亡 科学家协助珊瑚搬家 远离温热水域 科学家将海洋苗圃中的 珊瑚样本带上船 前往温度较冷的海域 重新安置 看似危机解除 但专家却不那么认为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温室气体增加 卷土重来的生意现象 2023年下半年 海水温度势必还会再创纪录 科学家指出 海洋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九成多余热量 严重后果不只是珊瑚白化死亡 其他海洋动植物生存都会受到影响 牵连全球经济和粮食危机 海洋温度居高不下 受苦的终究会是活在地球上的你我他 带新闻王家政编译